哈利波特冷知识 第二弹 在哈利波特第一部的拍摄时 有一个场景是大家坐在教室里写作业 而导演为了效果更加逼真 让这些孩子拿出了自己真实生活中的作业 哈利波特的道具制作团队 堪称是最强迫症的团队 为了哈利波特6中 仅仅出现1分20秒左右的韦斯莱魔法把戏法 整个团队的15名设计师 耗时一年设计了4万份海报 玩具和包装盒 而在电影中对于细节的追求也是一死不苟 比如没几个人注意到 在第三部中 鹰头马申有意受登场的时候 还在原地来了一个大号 在拍摄第三部的时候 导演要求三位小演员每人写一篇关于自己角色的论文 艾玛莫特森整整写了16页 而另两位加起来也就写了一整页 深深地感到了来自学霸的蔑视 在拍摄过程中 马尔福的扮演者的戏服和其他人的不同 他衣服上的每一个口袋都被缝了起来 因为他总是企图偷偷带着吃的去片场 工作人员实在是懒得再去搜他的身 因为哈利波特的演员大部分来自英国 所以很多演员之间都有着亲属关系 比如童年伏地魔的扮演者 就是成年伏地魔的扮演者 拉尔夫·费因斯的侄子